反过来之后呢,我们开始缝合前面 拿出大头针 穿上一段蓝色的线 30厘米左右,我们要 现在这个上面有很多的线头 没有关系,我们先不进行处理 第一针呢,我们从首先这样折,一定要折好 这两边呢,是对齐的,这样折一下 从里面入针 线头留一段 我们在缝的时候呢,这样 凸起部分,我们用这个大头针呢 穿过 大家注意,只穿凸起的部分 我们下一个人的建筑 我们下一个人的水分 一大一段时间,我们下一个人的水分 这个水分 这是我们下一个人的水分 最后一针从这里面插入进去 好,现在我们开始拉紧最先的线头和这根线 拉错线了,应该是这根线 拉了之后,这个鞋子就会抽紧了 我们把这个边缘稍微的往里面按一下 里面按一下 拉紧,抽紧 抽紧之后呢 这两个线呢 要记一下 达成死结 我们可以多记几次 然后这边的线呢,断开 好了,这个鞋头呢,成为这个样子 现在呢,先不管它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鞋子呢 刚才是这样拿的 反过来 再反一下 让这个鞋头冲着自己右手的方向 记号扣呢,现在就可以取掉了 我们再拿出 大头针 和刚才一样的方法 我们再缝合一遍 让这个鞋头呢 冲着自己左手的方向 应该是 更加方便一点 把这个大头针呢 从里面穿入 跟刚才的方法呢 是一样的 留一切段线头 然后我们仍然是 只穿过 凸起的部分 穿的时候呢 要溜着边缘 最后一针 直接从这儿穿进来 和刚才的方法一样 我们呢 捏住这两个头 拉紧 也是把这个边缘呢 稍微的往里面 按一下 抽紧 抽紧 抽紧之后呢 把这两个线头 我们把它 记成死结 可以多记几次 以防止散开 拿出锦刀 断线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开始缝合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在缝合的时候 首先要把这个写字 反过来 我们在反面进行缝合 让斜头 也就是有花样的这个部分 冲着自己右手的方向 我们在缝合 我们在缝的时候呢 就是随 也不能说随便缝 我们呢 就是挨着这个花样的边缘下针 缝的要密一点 留这么一小段线头 这个线头呢 这样放在这里 我们边缝 边把这个线头 藏起来 缝的时候呢 第二针要 缝在这个线头的下方 直接把这个线头呢 藏起来 这样入针 好 下面一针 这个针脚呢 尽量保持是一样的 要尽可能留着这个边缘的部分 这种线线呢 是非常柔软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这个针呢 会割到薄薄的角 就这样 这个线头呢 一会儿呢 剪掉就可以了 再缝到 最后 剩一厘米左右 我们呢 就不再缝了 咱们要这样 穿过 这边边的纹理 这儿的纹理 穿过去 大家呢 先按照这种方法 先穿 沿着这个纹理 咱们穿一下 好 这样穿好了 穿好之后呢 抽紧 抽紧之后 缝一下 这个呢 要多缝几针 以防止脱线 缝了几针之后呢 我们看这个线头 咱们怎么来藏 其余的线头呢 都可以用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的方法 来藏 我们藏线头 一定要藏在 这个写字的背面 如果这个线头呢 本身呢 它是在写字的正面的 我们呢 可以把它先调到反面 然后呢 才来藏 大家看 这个上面呢 都是有纹理的 不管我们 正针还是反针 它肯定呢 是有纹理的 我们呢 顺着这个纹理 这样来藏 这样藏呢 痕迹不明显 而且呢 也不容易脱线 藏几次之后呢 就可以断线了 留着边 断线 其余的像这种线头 包括大家 遇到接头的话 接线部分的线头 也这样来藏 现在呢 我来说一下 刚才为什么缝到 这里我们呢 不再进行缝合了 我们按照刚才那种 穿线的方法 它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反过来 看一下 这样呢 鞋底的部分 就是脚后跟的 这个位置呢 它呢 是一个圆弧形 因为这个呢 里面呢 没有塞这种填充物 大家看 塞完填充物之后呢 脚后跟的位置是一个 圆弧的一个形状 如果大家直接缝的话 那这里面呢 就会形成一个愣角 就不好看了 翻过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写字呢 我们把这个写字呢 写帮往下面折一下 线头 大家都藏在背面 这样 这个写字的主体 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 给它缝上 这样一个小绒球 这个小绒球呢 我建议大家 在 这一双鞋子的 主体 都织好之后 再制作 这个小绒球 我们可以根据 与线的多少呢 来做 现在大家来看 这个小绒球的做法 把线呢 绕在自己的手指上 我的手呢 是比较小的 所以呢 我是绕在三根手指上 大家呢 也可以绕在两根手指上 我们就一直这样 往前绕 绕个 六十圈左右 具体的步骤呢 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呢 就这样绕 绕六十圈左右 这个呢 是六十圈 可能 六十圈呢 绕好之后的样子 然后我们呢 把这个呢 从手指上取下来 剩的这根线呢 从中间 绕一圈 拉紧 大家不要 特别用力地去扯 因为这个免线呢 大家特别用力的话 有可能会断掉 虽然它相对来讲 是比较结实的 这样扯一下 然后呢 这个线呢 我们留一段 用来缝合 然后可以断线 绕一圈 绕着这边来 把这个线头 从这个里面呢 从这个里面呢 穿进去 然后 再像这样 绕一下 把这个线头 从这个里面呢 穿进去 现在呢 我们拿出剪刀 这个线呢 是比较厚的 一次剪不断的话呢 我们就 分层来剪 我这个剪刀呢 有点笨了 把它呢 沿着边缘部分 剪开 放一把剪刀吧 剪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 千万不要把刚才 我们系在中间的这根线 给剪断了 留着边缘 剪一下 现在剪出来呢 不好看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呢 还要进行整理 然后 把这一边 也按照刚才 一样的方法 我们呢 也把它给剪断 放这个差不多了 剪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给打散 有没有剪到的 再剪一下 现在大家看 这个是长短不一的 打散之后呢 现在我们开始 进行修剪 这个修剪呢 就是 我们这样 把周围的这种 小线头呢 给剪掉 让它呢 大概形成一个 圆球的形状 如果大家 想想这个小球 小球就大一点呢 大家 就剪的少一点 一边剪 我们一边整理 这个小球呢 我们来回 多这样 揉几次 让它的这个线 让这个线呢 彻底的散开 因为 这种碾线呢 它是有四股合成的 让它彻底散开之后呢 显得就比较融 比较好看 我们边 边整理 边揉 这样 边整理 边揉 这个具体的步骤呢 就不再给大家 做演示了 大家呢 自己呢 来制作一下 我们一边剪 一边整理 使劲地去揉它 就会形成这样一个 小绒球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大家呢 一定要保证 这两个绒球呢 它呢 是差不多 一样大的 手工制作的 肯定会稍有差距 能差不多就行 然后现在 穿上大头针 我们把这个小绒球 缝合在鞋子上面 在中间的位置 在这里 就这样下针 缝 大家在缝合的时候呢 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缝得 非常的牢固 防止宝宝 把它给拽掉 就是我们平时 缝扣子的那种方法 把它呢 缝得牢固一点 多缝几次 我这里呢 就简单地给大家 演示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缝在中间 那这样呢 这个 这个小鞋子呢 基本就完工了 现在呢 我们给这个 小鞋子 加一个鞋带 鞋带呢 加在这个地方 防止宝宝 在 蹬这个鞋子的时候呢 会把这个鞋子 给蹬掉 鞋带呢 我们是要用 勾针来勾的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 购买的是 就是单单购买了 这一款鞋子的话 没有购买勾针 那我们呢 也可以用手 来 搓一根鞋带出来 我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 用勾针呢 怎么来勾这个鞋带 首先呢 这样打一个活结 把勾针插入进去 稍微拉紧 保证这个活结呢 可以在 勾针上 自由活动 我们是要用 自己的右手 来拿勾针的 左手 小拇指 调起线 放在 食指上 我们来勾这个鞋带 用的是 辫子针 勾针的这个针头 从下 绕一下 调起这根线 从这个 打这个活结里面 拉出来 这样 我们就勾好了 一个辫子针 下面继续 勾针 从下 绕一下 勾起这根线 从 这个洞里 拉出来 又勾好了一个辫子 继续 绕线 拉出 拉出 再 绕线 拉出 从下 绕一下线 拉出来 绕线 拉出 然后 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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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刚开始 这个辫子呢 会歪歪扭扭的 没关系 我们拆掉重来 多勾几次就好了 我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个 这个勾针 从线的下方这样绕 然后勾起这根线 从这个洞里拉出来 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拉出来 从下绕 拉出来 我们在勾的时候一边勾 一边咱们可以把勾好的鞋子 这样围着这个圈 比一下 大概绕完这一圈之后 还要左右各留出 五六厘米的长度 我们用来系 系这个鞋带就可以了 大家就按照刚才的方法 把这个鞋带给勾完 勾到合适的长度之后 断线 把这个线圈拉大 然后 断线的这个线头 从这个线圈里面 穿出来 系紧 这样 这样这个鞋带呢 就完成了 这样绕在这个鞋子上面 反过来 我们可以这样系一下 这样宝宝呢 在穿的时候 就不容易掉脚了 脚踝这儿呢 我们是 系了一下的 这个是用勾针的方法 如果 大家 没有勾针 那我们呢 就用这个绳子呢 这个线呢 搓一根 这个 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在搓的时候呢 两个手 左手和右手 都用食指和拇指 捏住 然后朝相反的方向 我是给大家 简单的演示一下 朝相反的方向 使劲搓 搓完之后 它这个 就会拧起来 像这样 拧起来 当然我们是要 搓着让它拧起来 会像这样 拧起来 拧起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 还是按照刚才的方法 朝着 两个方向呢 相反的方向搓 如果 大家有那个 夹子的话 我们呢 最好 把这个小线头呢 这样夹一下 然后呢 朝着相反的方向搓的时候 它不容易散开 或者呢 找人 帮忙一下 就是搓绳子的方法 把它搓好 在搓之前呢 我们首先呢 要减 合适的长度 大家在这个 写字上面 比一下 找一个 合适的长度 那当然 我们 如果是用 搓的这种方法的话 我们一定要 这个 预先的 这根绳子呢 这线呢 要是这个长度的两倍 因为我们要 这样搓的时候呢 两根是合在一起的 搓成的鞋带呢 就是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 系在这个上面 就可以了 好 这个呢 就是 这一款 宝宝鞋的勾法 大家 如果 还有不懂的地方的话 可以 随时 在旺旺上 联系 联系客服 我们呢 会给大家 解答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